水貨客 水貨客客客 上個月,市民響應網上號召 光復上水站之後 政府跨部門合作 六招打擊水貨客 我以後都不來了 我們不來了 是,加上了車 现在是很厉害的政策 事隔几个星期 虽然水货客明显减少 但上水这个地方 依然是他们交易的据点 就是你有张良计 他有过墙梯 北区网民在星期二 再次发起光伏上水站活动 自2003年 自由行政策实施以来 连接边境的上水 首当其冲,成为水货客的天堂 因为这里全部都是 现在变成名牌 不是我们买的地方 若防若防,若防 这么不好,若防若防 若防 欢迎收看《时事追击》 为了打击水货客 多个部门接二连三 在上水这里进行了掃挡行动 而港铁也实施了行李重量限制 在这里活跃的水货客 他们如何变阵 去避过执法人员的检查 人民币持续升值 但水货是否赚多了 被受困扰的北区居民 他们发起了光伏上水行动 成效又是怎样呢 上水港铁站撕出口 外面的这块空地 近年来都被水货客占据 在这里散货、拿货 燃热的程度 比起上水市中生的大街 又过之而无不及 很多人拉着货 赶到火车站 甚至出现人车争路的情况 有上水以至北区的居民忍目可忍 参与由网上发起的 光伏上水站行动 希望驱赶水货客 光伏上水站 保卫火家园 行动中有示威者说 被疑似水货客襲击 中国人 不是啊 是屁堡街这里 你走下来吧 叶太在上水住了22年 他说现在的情况 已经是不能够接受 忍无可忍 你是完全接受不了 那些环境 你回到你家 出火才是出不了的 他就冲进来 推你进去 光伏行动的第五天 我们和叶太来到上水工业村 俗称水货集散地的 俊科中心提过 他也觉得很惊讶 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 来到这里 奇境 我觉得是 真是想不到 原来是 罪责可以有这么多人 Ian刚刚是警方 连同入境处 首次的联合行动 阿田…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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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做什么 放上去 这次行动 总共拘捕了130名内地人 他们以旅游身份 从事商业活动 涉嫌违违反倒落条件 有八个人被起诉 全部被判监两个月 这些不是锁单车 是锁住他们的手推车车 你看到还有一些手推车车 在这里 这些植物最近可能补回 之前因为他们锁了太多车 或者垃圾扔在这里 全部都是枯毀了 只剩下泥土 曾经陪同特首梁振英 来了解水货活动的区议员 柳国勋就觉得 整顿后的情况令人满意 其实这个时间平时是一个高峰期 但是你看今天 在那里少了很多 好像铁马那样 那时是用来维持秩序 因为那些水货客你看 好像这样的 其实这些已经叫小了 但是这路改善了很多 对啊 对啊 改善了 上水居民文态就不满 北区区议员 这么多年来都帮不了手 我们都投诉了这么久 他们不做事 得到我们市民出来逛逛 示威了 你们才去 才出来做些戏给我们看 那我们觉得过分了 二十多年了 不是这时这刻的事 入夜之后 上水不时见到有人拉住货 来回港铁站 街坊说这天的人算少 我们的工作人员 和其中一个 负责派货的人谈过 你们请不请人带货 什么货 带货 请人带货 请不请 这些吗 自己带货 自己带货 自己的朋友 请人带货 入水货客过来选货 他似乎想带一些 贵价的货 今天出的 走没有了 走没有了 你去哪里去仓服了什么 有 是 我要这件衣服 是贵的吗 没有 你带货的衣服 帮我带出去吧 这件衣服 有手机 现在都是水没了 现在去那天 到处要捉人 是吧 都很难换食 聊了两三分钟 他们就被警察驱赶了 但在没多远的天桥 有奈耶人在整理货物 放入一个大的行李箱 现在是带货 我回关了 没有 你们不胖吗 我们胖 我们今天坐了就坐了 最后一次来 以后都不来 不来 还来 驾驶人 在连串打击行动之后 占据上水站的水货客数量 明显减少 但他们也有变证 他们躲到上水港铁站较远的位置 在天桥底 几乎每个角落 仍然见到零星的水货集团 在这里执货、散货 隔着一条马路的彩原村 也都成为散货黑点 好像左边穿着白色衫的人 有很多双波鞋 要散掉那么多双波鞋 就要靠俗称艇仔的人 两合两合地带过关 水货客拿着收据 去到深圳交货就有钱收 我们也见到有人 拖着几箱 怀疑是红酒的货 由上水 走了半公里 去到早前 已经被堵破的进科中心 行内人说 他们会先集中货源 再透过艇仔 逐件带过关 没多久 我们就见到很多人 拖着各式各样的货出来 我们想进去了解一下 随即被保安员示意离开 但水货客在出出入入 就没有被驱赶 刘国勋说 水货客主要分几种 最困扰居民的 就是这种由水货集团 租了附近的工厂大厦单位 做货仓 行上地有艇仔出货入货 他们在仓上 长期有一大批内地的水货 在分货、派货 然后拿货之后 就用万里搬家的形式 一直排队过去港铁站 警方联同入境处 虽然多次突击 搜查各区的工厂和住宅单位 但由于香港打击水货活动的措施 主要是针对持有内地证件的水货客 有知情人士透露 水货交易已经变成 由香港人拉货去到罗湖关口 然后桌游内地人在那里折货 上水的打击行动多了 粉岭就成为水货客最近的散火地区 踏东铁线去到粉岭 一出站就看到有人在派货 但拿货的都是以香港人居多 吩咐的阿姐说 只要影印身份证和回向证 就可以帮他带货 他现在都需要更多生面的人 但就不会拼请内地人 因为怕出事 去到罗湖口岸 无论是免税店的内外 还是罗湖桥香港一段 都好像成为另一个分货包裹的场地 我现在会去多个头 一般过境人士要通过 都要阻闪右避 偶尔会有警察来驱赶 香港水货客多了机会 不代表内地人收敛了 我们回到上水其他工厂大厦 仍然不时见到有人 拉着行李箱出入某些单位 楼下又有大批人在等候 他们都是前内地旅游证件 你一天能走多少次 你不知道 可能我进去太大 那是什么针线过来的 紧油的 在街上也见到有负责分货的人 在抄抄水货客的内地证件资料 来 拍摄一下 不用拍摄 我们拍摄被发现 有人碰撞本台的摄影机 打击水货活动的措施 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 港铁亦定明行李大小重量的限制 不能超过32公斤 不过水货活动依然活跃 近来 上水港铁站水货客的人龙又再出现 你看这些货是一模一样 全部这么砍 同一个纸箱 同一种包装 根本是有集团去控制 水货客这件事 基本上一定要源头倒截 王运强认为 现行的措施都是自标不自本的 食环署 海关 警方 緝司 几个部门去处理 但是它在用的都是旧的法例 在我的观念上 如果它不改一个新法例 或者不改一个新手法 只是用行政手段 激气量 即控制住 它和其他香港人的碰撞 它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它会散播去其他的关口 其他的火车站 普通就算鹼粉 油顺剂 各方面都是贵的 每个人都是贵几元 过去十几年 中港两地的人交流频繁 上水的面貌 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下一节再看 这里全部都是 现在变成名牌 不是我们买的地方 文太在上水住了二十几年 以前放假会和家人 在附近的商场逛逛 但近几年 它已经没了这个习惯 好像我们进去这些 很多时候 我们结文去的东西 它都不想回答我们 因为我们是香港人 说普通话会好一点 想买便宜一点的衣服 它现在要行七八分钟 距离市中心远一点的舊墟 这里就是横街宅巷 买一些便宜一点的东西 像这一间 有一间卖二十元一件衣服的店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 文太做监务助理 她的丈夫是的士司机 她说自己是低收入人士 慶幸上水还有这种店 这些店铺 这些店铺 很少人会走进来这里 有一些这样的店铺 我们可以多些选择 又便宜一点 买件衣服都要想过度过 因为她的生活 其他方面用钱多了 普通就算减粉、油顺剂 各方面都是贵的 油顺剂那时候 试过卖七元的 现在十元、十一元 即是一公升那些 那你洗衣粉贵了几元 药也是贵几元 如果只是买日常用品 一个月了? 二、三百元都有贵 上水物价升得快 有居民就归咎于 自由行、水货客来抢货 早上会多些人 买日用品 未必一定是水客 普通自由行的人 都会在这买 日用品就几元几元地加价 这里的店租一家仍是几万 这里就是我们俗称的棺材街 以前是很便宜的 现在是很贵的地方 八千多元加到六、七万元租 那个位置二十多万元租 哪个位置 卓越 吃的加价 当然是加价 现在没有便宜的食物 现在只值早餐要二十多元 以前十多元有早餐吃的 水货客的出现 令部分上水居民怨声再度 文太上个月也有响应网上呼吁 参与光伏上水站行动 但原来她曾经也是一名水货客 我当时做水货客 就是我跟别人壮胆 其实我不想做的 她矮了我很久 我只是去做的 文太只是做了一天 就决定以后都不再带水货 我是带个奶粉和鞋 和香水 因为你要车钱 来回要四十元 扣了车钱 其实不是有那么好处 她在上水和罗湖 来回走了三转 鞋头账了多少钱 九十元 我还要由下午两点做到晚上七点 哇 时间这么低我真的不做了 赚钱不多之余 还要提心吊胆 文太担心如果被内地海关捉到 随时白做 会有个鞋头会包的 即是去罚钱 罚多少是他给的 不过你亏车钱 那你就没钱了 而她觉得香港和内地的水货客 有很大的分别 香港人走的水货客是 比较小一点的 不会那么狼 他们是很狼 带很多 但是同样的物品 可能会带几箱 近年水货客不单在港铁站外围活动 他们甚至已经进入住宅单位 入境处早前突击搜查了上水 一些私人屋苑甚至公屋单位 都发现有住宅变成货仓 现在这个镜头应该是一座和二座 旁边就是那条天桥 我们只要由上水中心 这条天桥一分钟之内 就可以去到我们火车站的B出口 所以这个位置令到水货客 之前会选择一个私人楼做仓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地离 实在方便 王润强是上水中心的 业主立案法团主席 他说经扫荡之后 水货客出没的情况已经大有改善 但要完全倒绝 他就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他们浪费了这么多钱 几百万买一层楼 他不会就这样放弃 他们只会用一些更加遮掩的方法去做 生活虽然受到影响 但王润强本身 其实也是得益者 他在二十年前以二百万买了个单位 受惠于自由行和水货客的出现 他曾经升值了接近一倍 当然一定有矛盾 不过当然在我的立场 问梁三 当它伤害到全国的经济 我不贊成 因为在我心目中楼价不是一个商品 楼价某个角度是一个必需品 香港人是真的需要安居的 我不希望内地的经济 或者自由行或者怎样都好 是参与楼价这件事 现在连吃快餐都贵这么多 某些人都街坊 沿途你都听到 是会归咎于自由行 王润强去年当选 做了石湖区的区议员 他遇到第一个难题 就是要找铺位做议员办事处 我们去石湖区或者龙峰商场 新都商场问一个地铺多少钱 可能300尺的地铺 他都开价三四万 一楼都过万 最后他找到彩原村的公屋铺位 租金才稍为便宜些 现在这个位置不是属于我的选区 是我选区的边皮 要六千多元租 王润强本身是在上水教书 二十几年前他已经搬入上水 我们其实上水有很多的同乡会 因为以前都是在深圳很多人都过来这里 建立同乡会照顾自己的乡下 惠州、潮州 很多很多地铺东莞同乡会 来到这里然后去同乡会 找亲戚帮忙 然后就散到九龙各地 他见证着这里的变迁 这条马路就是新旧区主要的行人通道 现在这个宽度是以前的一倍 以前是这么窄 但是一倍都不够用 人流多了, 但店铺的种类就少了 从那里开始, 药房… 药房…这个叫什么 同仁堂、金袍、药房、药房、药房 去到比较民间真的用到的东西 就是后面那间, 荣记装饰 真的有一些螺丝钉牙 现在上水的变迁 你想想有多大 林小姐现在和兄弟姐妹 一起经营的服装店 是由她爸爸创立的老字号 五十多年来 他们买的衣服都不断变化 品种多了很多 以前很简单, 白衣衫、蓝尺褲 但现在每一家学校的本色 全部都不同了 以前有很多唐装衫 那些马姐衫那些 现在这些衫小人买 有时买校服、牛仔褲都有 近几年, 她的顾客种类 亦都不同了 没有以前那种 以前走过去都会懂 真的有大半都会懂 但现在多了外来人 有些国内人 但她认为只要有人留 就有商机 其实时代都不断进步 对… 我觉得有变化有进步才是好的 适应吧我们慢慢 对… 林小姐说 这两年附近的租金 升了四至五倍 幸好她的店是自己的店 不用受到加租的压力 但她选择继续经营店 都有所牺牲 其实我们也是对这里有份感情 如果纯粹要拜我们服装和校服 以利润来说 跟他租金是不乖 如果他不做这间店 租出去 可能这里要过十万 我可以租到15万 你想想这样的时候 你怎样维持到这类型的 我们叫香土 或者叫舊式的 利润很微 黄润强说 越近市中心的位置 越是自由行化 不过向舊区再行入一点 仍然可以看到上水 几十年前的风貌 是呀 来到这里买的多个家伙 这是心容老铺 老老板 这里买的货品 还有藤栏、扫把等的山货 基本上我们煮饭 都是煮这些 咸鱼、青菜、醬料 这些是最多的 不过你看前面已经有几间 已经不做了 已经做不住了 我记得这几间是卖窗帘 这里还有一些 这么有特色的理发宝 对 电锅花还很便宜 这里洗头电话 跟你剃梳 上面是木造的 这些是木造的 这里有客家帽 客家帽 我们就穿过了 石湖区最旧的位置 黄润强说 这类旧色摊档 将会在上水买少见少 我也听到 开始有人逐个铺收 如果收到差不多 应该可以 一个地方收回 这里又可以建一些高楼大厦 这种模式的棚子屋 我们叫做 就在上水淹没了 对于上水的变迁 有居民不满 甚至用淪陷来形容 但黄润强就不认同 自由行或者内地人 带来我们很多香港人的问题 用了我们很多福利 但反过来某个角度 它也带来了商机 走在我们香港 最经济困难的时候 个个不出街 没有人出街吃饭的时候 谁让香港的经济 继续支持下去呢 好 饱受通胀影响的问题就期望 政府能够继续打击水货客的问题 其实不是单单是上水的 是全香港的 这些东西 很多东西 我觉得政府应该做 有没有做到 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 带水货可以赚更大的差价 所以短期内要盗绝这类活动 似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政府也会加强力度 以全天候不定点 不定时的方式 从源头打击 希望令北区居民的生活 不受之擾